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樱花在香港也有 但野生的就没有了 多数是人工种植 由于樱花是属于北半球 位度高的温带植物 对 加上它对空气的质素要求非常高 所以在香港就很难见到 但在身后也看到樱花 它是属于山樱的品种 山樱的品种内耳程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在长洲也看到它的中营 长洲没有大型的车辆行驶 废气比较少 空气自然清新 所以很适合这种来自台湾的山樱 在这里生长 樱花和玫瑰花都一样 它是属于长眉科的植物 通常都是分单反和松反 对 如果大家有一个冲绳看看樱花 其实跟我们在长洲现在看到的 这个樱花是同一个品种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它们两个地方都是位度比较低 而且温度比较高 而身后的这棵山樱就是单反的 怎样分单反的樱花很简单 你看它的花反 很明显数到五块花反的 就一定是单反的樱花 对吧 樱花很有趣的 其实它们的叶和花很难共存 其实在二月到三月头的时候 樱花就会盛开 那些叶就会落下了 现在看到现在就开始是花落 那些叶就开始生长出来了 到了冬天的时候 光秃秃的 所以很多时候香港人都留意不到 香港的樱花 普通樱花多数都是白色和粉红色 而山樱的颜色就偏红 呈现深粉红色 山樱的树干 树枝也有樊纹 花反外端也有V形的裂口 很容易变形 原来樱花除了有单反之外 也有重反的樱花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它的葉是成雙鋸齒狀的 而且桃花和櫻花都很相似 又如何分辨呢 桃花的花就會向上生 而櫻花就是向下生的 偶然走出忙碌的生活 穿梭在櫻花樹下 看著這麼漂亮的櫻花 聞著淡淡的花香 感覺就好像融入了這一片自然的環境裏面 很寧靜、很舒服 方法好像在不知不覺間 已經忘記了生活上種種的煩惱 與其是要藉著上機 去記得櫻花的美麗 我就寧願用心去記錄著這一刻的寧靜 感覺更加自由自在、無拘無束 你以前有沒有看過櫻花? 沒有 不過其實自今次看完櫻花之後 我開始明白為何人們 這麼長途拔洩去看盛開櫻花 因為原來真的很漂亮 不過如果想看到真的漂亮 甚至乎有香味的櫻花的話 我想真的要及時 因為我之前看過一個報道說 它說現在由於全球暖化的問題 令到花裡本身會令到花會產生香氣的物質 由於這個全球暖化的問題 令到它提早敷乾了 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裡 我們可能所見到的花 已經不會再有香味在裡面 其實好像這一、兩年一樣 天氣的氣候變化都已經很大 我每年都會在農林新年買一些水仙回家 因為我很喜歡水仙的香味 但今年的時候我買 大家都知道今年的新年 那些又冷又熱 那些水仙已經沒有往時那麼香 甚至去到夏年燒的時候 那些花籠也是這樣說 那些水仙今年是沒有那麼香 而且長得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你想想小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 哇說藍天白雲 一些很綠的草 很鮮艷顏色的花 但這些東西好像現在都 全部逐漸地消失 可能這也是一個響號來的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 媽媽只會放一、兩棵水仙花 真的整屋都香了 的確今年我也有行花市 我也有聞到那些花 好像沒有以前那麼新鮮的香味 其實我想更加要小心一些 我們在生活上 很多時候都會不知不覺地 破壞了大自然的環境 或者令大自然環境產生變化 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變化是必然的事 萬事萬物 大自然的環境都會變化 可能會想到 這些都是一百、二百年後的事 其實不是吧 是啊 因為正正在影響著我們現在的生活 我們生活所需要的 譬如水、食物 都是來自大自然的 如果我們在不知不覺之中 就算不是一心想去污染的 但是你慢慢破壞了的話 到頭來吃到那個惡果都是自己的 大自然世界的生物 沒有語言 面對著人類對它們的破壞 不會像人類般不斷地埋怨 反而默默繼續努力地求善 令大自然可以繼續地運行 四季仍然可以不斷地更替 季節的更替 我們可以在大自然的聲音裡聽得出來 就像我前面這隻黃點斑蟬一樣 蟬一般成蟲的時期 大概會在春天或夏天 在日幼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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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或者蜥蜀的明星 小鳥的歌星等等 這些蟲鳴鳥叫 加起來就是大自然最獨特的交響案 就算我們有最好的樂器 最優秀的演奏家 都不能重現這種天賴之音 看完黃點斑蟹 我們繼續看他們 變為盛蟲的時候留下的蟹腿 如果在初下行山的時候 遠遠望的樹木或樹枝上面 都以為見到蟹腿不動 像這些一樣 其實這些是蟹的殼 它已經成蟲飛了出來 如果是中藥的話 這叫蟹退 平時我們看到會飛的 其實已經是成蟲 原來它的生長期很短 只有十多天 但是原來它幼蟲的時候 它就會在泥土裡生長 就靠吸食樹根的一些樹汁 來做養分 但是它的生長期反而很長 可以由幾年到十幾年那麼長 但是當它由幼蟲的時候 準備成蟲 這個過程它就會先爬上樹木樹枝 慢慢定在這裡 慢慢就變成茄 到色痛的時候 它就在背部剖開 就破殼而出 形成這些茄 就像一隻蟹似的伏在這裡 當它飛了出來成蟲之後 它就盡快在短短的 十幾二十天的生命周期裡面 去繁殖它的下一代 在我們看來 蟹的成蟲生命周期真的很短 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它們仍然把握機會 完成繁殖下一代的使命 將生命延續下去真的很有意思 或者生命本身就沒有長短之分 我們覺得十幾天的生命周期很短 但相對於生存幾百年的樹木 我們人類這幾十年的生命 一樣都是很短 其實時間的長短 並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否也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正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個人的生命 都可以為別人帶來一定的意義 就像張寶仔這個大海道一樣 雖然它作惡多端 但是它傑富製憑的事跡 就在歷史中永遠保留 也在長洲這裡留下不少遺跡 張寶仔洞位於長洲的西南面 傳說海盜張寶仔會將搶奪得來的 金銀珠寶放在這裡 不過財寶已經被人偷走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張寶仔洞 只是一個空的石洞 雖然是這樣 張寶仔洞依然有值得欣賞的地方 說到張寶仔洞 很多人都會想起它的故事 或者它的傳說 其實張寶仔洞 如果從一個地理角度來說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天然的石洞 其實在這個天然的石洞裡 有一些人工開作的隧道 也有天然形成的隧道 但至於怎樣形成這些天然的隧道 就是當石頭倒下來的時候 它們會互相依靠著的 當這個巧合重複地發生的時候 就會形成了一條窄長的隧道 這個自然的環境 張寶仔洞的洞口非常狹窄 我們都要靠著洞壁慢慢走進去 我們一邊走 一邊用手感覺四周的石頭 就可以知道這一節隧道是天然形成 還是人工開作 剛才說過張寶仔洞裡的隧道 有些是天然開作的 有些是人工所造的 很明顯我們現在 阿福看到這裡的這些位置 就是天然的 因為摸上去 你看到它的面上 還有很多果粒很粗糙的 沒有經過剁磨過的 還有剛才所說的 想起來會搭著 就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所以知道這一部分 就是天然而成的 這裡也讓我想起一些很有名的岩洞 好像在桂林的盧笛岩 一個天然石洞的面積 竟然大了一個標準的足球場 而且裡面 還有大量奇特瓜爾的石頭 組成了水晶宮 花果山等不同的景觀 置身其中 會不禁讚嘆大自然造工的巧妙 剛才說過 如果天然的那些 那些果粒會比較粗糙 但是這裡很明顯是滑滑滑的 這些很可能是人工開作出來的 當時可能他們要棄身在這裡 所以就鑿開這裡 讓他們寬闊一點 可以棄身在這裡 看到這一節人工開作的石洞 真的很佩服古人鐵柱磨成針的毅力 不過都是要靠大自然開頭作工 如果沒有天然的石洞相連 古人都未必可以憑空開作出這一邊的石洞 就算我們人類有再大的能力 相比大自然 始終都是微不足到 參觀完張寶仔洞 穿過小徑 就去到長年累月 飽受風雨侵蝕的五行石 五行石可以說是長洲的其中一個地標 現在五行石分開五塊石頭 但其實在很多萬年之前 五行石是一個很大的石頭 對,但至於為什麼會留下這麼大的石頭 原因就是它的抗侵蝕力 就比其他可能外圍的花膏癌抗侵蝕力強 外圍的風化的侵蝕已經沒有了 剩下了一塊大石就留下了 嗯,那些哲理由於是垂直的 經過這個冷縮熱漲之後 那些垃圾就變大了 加上雨水和風化的侵蝕之後 就變成慢慢剝落了 現在變成五塊的五行石 對,很多行山的人士 我叫它為五行石 其實五行是我們中國道家思想 一個很重要的思想 這件事也影響著中國人傳統的思想 所以就改名為五行石 不過這個水將來 很有機會就要分裂成六塊、七塊、八塊 不知道到時候改名為甚麼 真正走入五行石 才感覺到它的奇妙 石和石之間的通道很闊 石頭看上去都很平滑 沒有苦作行徹 一切就好像混然天成 一路走一路摸著兩邊的石頭 就好像感覺到它一直以來的變化 感覺到大自然的力量 在五行石 我們看不到大自然在石頭上的苦作行跡 但就看到有人在石頭上的一些桃鴉 或者這些字對寫的人來說很有意思 但就破壞了石頭的自然味 其實也挺好笑 可能有一天我們不存在 但那裡的名勝古蹟依然扼納不倒 那麼刻上自己的名字 有甚麼意義呢 五行石加上夕陽影照之下 形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看著海邊的夕陽 不知道為甚麼感覺好像有點陌生 日出日落是每天的自然景象 但我們有沒有停下來細心欣賞過呢 或者我們可以嘗試放慢腳步 讓自己有機會安靜下來 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給我們的一切 長洲位於大嶼山的東南面 在大嶼山和南丫島之間 這裡除了有獨特的地茅 奇形乖狀的岩石 還有很多充滿生命力的動植物 今集用心看世界 我們會深入長洲 將這裡最壯觀 最有生命力的一面帶給大家 今天天氣很清晰 我們現在就生存在長洲 就很清楚地看到 對面大嶼山的芝麻灣半島 再遠一點的大東山和二東山 還有那邊的石谷州都很清楚 不要看現在這三個島 分開了隔開一個海 但其實在一億四千二百萬年前 這裡是屬於同一個火山區 所以他們的石都是一樣的 都是屬於花崗岩的 其實在一億四千萬年前 人類還未在這個地球出現的時候 長洲的花崗岩 已經在歲月的流逝中 慢慢無聲地變化 形成各種各樣的岩石景觀 包括位於長洲東北面的北角咀 在身後面這個就是北角咀 在長洲北面的地標 它是一個很典型的山咀 山咀是怎樣形成的呢 我們都知道 這裡全都是花崗岩 當花崗岩的外面 抗侵食力比較弱的部分 被風化侵食了 剩下來的就慢慢在海邊 形成了一條山咀 這個山咀就凸出來了 在我們右手邊這裡 套了這個內彎 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一個巨的堆積在這裡的現象 其實這些都是石核來的 由於它比較堅硬 抗侵食力比較高 所以就形成了這樣的情況 通常有花崗岩的地方 都會看到這個現象 以前讀書的時候 都聽說過有關山咀形成的原理 但當這個大型的長型山咀出現在眼前 依然覺得很壯觀 很不可思議 所謂讀漫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這句說話真的很對 書本上的知識 永遠都比不上 出現在眼前的深刻 受侵食的花崗岩 除了形成這麼特別的北角咀之外 也都形成了很多特別的巨型石塊 就好像花瓶石 每次去到由花崗岩組成的島嶼 我們都會看到不同奇形怪狀的石頭 在我身後面這裡 就被行山人士稱為花瓶石 形成這麼特別的花瓶石 主要是因為有三種現象 包括物理的風化 生物性的風化 和化學性的風化 來到花瓶石 我和阿輝當然要看看裡面的石室 這裡就是花瓶石的上石室 石室在花崗岩裡面都比較常見 其實因為花崗岩本身的哲理比較多 沿著這些哲理的風化侵蝕 再加上冷縮熱象 就令到這個空間越來越大 就形成了這個石室 花瓶石的石室裡面都挺大 進去見到四周的岩石 雖然形狀大小各有不同 但是給人的感覺就很和諧自然 這個石室 令我聯想到武俠小說裡面 那些武林高手放下江湖恩怨 避世隱居的地方 雖然我們不是江湖中人 但是有時候遠離繁囂獨處一下 都有另一番體會 在花瓶石附近 有同樣因為風化作用 而形成的海角船工 很多人來到長洲都會玩一下旅行 游一下水 但往往都會忽略了 這裡獨有的地質面貌 就像我右邊這裡 有一個地質面貌 就是海角船工 它是花江岩侵蝕的現象 是的 它屬於蜂窩式的侵蝕 造成這種現象 可以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在石頭裏 有一些細小比較堅硬的石核 經過風吹雨打 令它在裏面不斷滾動 慢慢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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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蜂窩式 好像一個洞一樣在石頭上 另一個原因 就是當海水衝上來的時候 海水裏面的鹽份 就停留了在細小的蜂或者窩裡 那些鹽份冷縮熱漲 慢慢就將這個窩越壁越大 呈現到現在這樣了 看完這麼多奇形怪石 之後我們會去看看長洲的地形變化 怎樣由三個獨立的島嶼 形成現在的長洲 在地理學上 長洲南北兩面 原本是兩個獨立的小島 因為受到島的形狀 和過後風影響 海浪將海沙帶到兩個島之間 分別形成兩條相反方向的沙咀 經過千萬年來日積月累的沉積 兩條沙咀不斷延長 最後連接在一起 形成年島沙洲 將兩個島合併起來 由於長洲南北兩面形狀闊帶 中間的平地窄而長 形狀就好像啞寧 所以又曾經被當地人稱為啞寧島 如果教小朋友在地圖上 形成長洲很簡單 看看這個好像啞寧的地方 就是長洲 不過其實百多年前 長洲是由三個島所組成的 你可以看看這個清朝的地圖 很清楚看到 是三個不同的島 另外看到這兩個島中間 有一個很狹長的一個位置 其實現在就是我們身後看到 好像溪間那樣的位置 其實以前是一條航道 就是由東南邊的觀音灣 到西南邊的南藤灣 之所以它們連在一起的原因 如果一般來說 以自然的角度來說 可能是因為地殼的變動 它們迫在一起 但其實這裡是人為所造成的 但至於為何人為所造成 填在一起 這個已經是無從稽效 就算是一條航道 經過了小橋和溪間 我們沿著山路 就走到觀音灣 剛才我們看完兩個島 如何由好窄的寒島 連在一起 其實長洲本身是一個年島 沙洲 二百多年前已經形成了 位置就在西灣碼頭那裡 當時那裡的屋子 建得不高 最初的時候 在草地上建了木屋 後來才慢慢發展起來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連在沙洲 它們的沙都像這裡 看到這些 是粗粒的沙粒 它們都是一些充積物 可以由海上衝上來 也可以由山上衝下來 但以長洲的情形 主要都是海上衝積而成 經過很多年 可能成千萬年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很幼細的沙灘 看著眼前無邊無阻的大海 不期然會想 到底要經過多少年月的充積 才可以形成一個這麼大的沙灘 相對於大自然生命的浩瀚 或者我們人類生命 就好像流星一閃即逝 人生匆匆數十年 在營營營的生活裡 有時候都應該停下來 感受一下身邊的事物 人真的不可以只顧向前衝 有時候覺得累 都可以好像這隻海鳥一樣 停下來 等自己有喘息的機會 休息過後 或者我們就可以衝得更遠 下一次回來 我們會漫遊長洲的櫻花樹下 感受大自然美麗的一切 字幕志愚中 淡康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